各位观众 很多人都说滑雪是个极限运动 这一趟旅程实在是天数太短的关系 我跟团长大人滑得太拼命 今天他的膝盖冒烟了 还记得在几年前 我们还算年轻的时候 我跟团长大人每次出国滑雪 安排行程 总是会想办法把时间填满 让旅程变得很紧凑 好像不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 绝对不回家 一直到2014年 今年1月 这是我们第二次来到日本庙高高原 我们说好的这一次 不要再逞强 目标是在雪道上 一边看风景 一边找地方吃东西 吃早餐的 今天我的发型是属于爆炸头的发型 这一次我们在这间新民宿住四个晚上 然后订了两个晚餐 两个早餐 那每天呢 它的菜色都不太一样 今天我们吃的是生菜 欧米蛋还有吐司 还有番茄跟火腿 吃完早餐之后呢 我们就计划前往距离这里 大概要半个小时车程的三支园滑雪场 听说那里的雪道长度在日本是数一数二的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了 嗨 亚哥拉小胖 滑雪行程的第二天 我们从赤昌温泉来到了三支园滑雪场 其实赤昌温泉街上有免费的巡回巴士 可以接驳赤昌观光跟赤昌温泉两座滑雪场 但是如果想去池之品跟三支园滑雪场呢 就得要搭付费巴士 重点是票价他们还不便宜 住在赤昌温泉街想要前往三支园滑雪场 免费的接驳车到不了 只能在温泉街口的公车站牌前面 等这一班需要付钱的公车 一趟要花日币1000块钱 而且小胖建议最好早点起床 因为他虽然在早上8点之后 每半个小时会有一班车 但是如果错过10点那一班车 下一班只能等下午3点 那是三支园滑雪场关门休息的时间 而我们在这班公车里面 看见6岁以下的小孩可以不用钱 突然让我有一种感觉 如果下辈子想要学滑雪 应该要趁早 沿着星系线道399 虽然距离四仓不全贴 最远的滑雪场就是三支园 不过Google告诉小胖 路程也才7公里 自己开车只需要10分钟 但是搭这班公车 却等要花上将近半个小时 因为他中途还会停靠两座滑雪场 我一直在思考 庙高这个地区如果有机会再来一次 是不是自己开车比较划算 2024年我们这一趟滑雪行程的第二天 现在想法经过半个小时的车程 人来到了庙高地区的三支园滑雪场 然后现场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里听说也是庙高地区 数一数二漂亮的滑雪场 这里缆车券一般人一天是要六千块 哇塞 这是我在日本滑雪 有史以来最贵的一日券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搭公车一个人要一千块 来回就要两千 所以代表从四仓温泉到这个地方滑雪 一天你就要花八千块 如果是王子集团的会员可以便宜一千变五千 还好我们去年为了去苗场有注册了一下 王子集团的会员今天呢又省了一千块好不好 所以我们今天一日券是七千 老实说还是很贵啦 所以我们今天呢 滑好滑满我不敢讲 因为我们这一次是走悠闲路线 走出发 等一下滑两号我们就可以吃午餐 哈哈哈哈 各位观众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三资源滑雪场了 虽然它的公车票跟雪票都非常的含贵 滑雪场的腹地范围也不是非常的大 雪道也很少条 但是听说这里呢 最大的特色就是有超长的雪道 八公米 这是日本数一数二 重点是呢 这里的风景非常非常的漂亮 听说在山顶上 只要天时地利人和选对时机 就可以看见云海 各位观众 经过了大概十分钟上下吧 其实几分钟我不确定啦 然后我们从这个山路站来到的山顶站 这里的海拔呢 大概是1489公尺左右 目前我们正在研究到底哪条雪道 看起来比较适合我们 就是这个绿色雪道 这条A1雪道好像蛮适合我们的 走我们出发吧 基本上每个人来到这边呢 一定会在这个角落拍照 这个角度啊 真的是每一个时间的风景都不太一样 超级漂亮 听说从这个角度啊 可以看到富士山 不过现在它被云挡住了 什么都看不见 然后呢 在地图上面看起来 虽然这一条雪道 这条A1雪道说它是绿线 刚刚我们从山顶站下来呢 这个坡我觉得就还蛮陡的 怕抓到那个人 对啊 怕抓到那个人啊 然后这边应该是往另外一个区域 待会我们要走这条路线 这条路线到底是红线还是绿线 我也搞不清楚 反正就是冲就对了 三十元滑雪场 蓝色的乡线蓝车 终点站总共连接着四条雪道 其中的A1雪道 有不少学友的推荐 一定要体验看看 除了风景很美 路程很长 而且沿途的坡度 还有很多变化 大家都说这一段路线 是一个适合练功 累积经验的好地方 而说到滑雪 我跟团长大人 Ski双半玩了好几年 始终无法克服 面对陡坡 往下滑行的速度 造成的恐惧感 所以经常 让我们在雪地上滑行的姿势 看起来 就像尿急 却找不到厕所 曾经有专家 告诉过小胖 在雪道上 顺坡而下 虽然我们的重心 要往前倾 才正确 但是可以尝试看看 把身体的重量 压在脚跟上 让雪板 保持平行 准备转弯的时候 再把靠近三角 下的那只脚 轻轻的往上抬五分 听说 就算累长 你能够更优雅 各位观众 现在时间是中午 大概11点55分 那今天早上 我们是从山路站 搭广告缆车 一直到山顶站 然后到上面的时候呢 原则上 应该是只花10分钟左右 那我们从山顶上滑雪下来 已经快12点了 原本我们是说 这趟滑雪旅程 我们尽量悠闲 然后尽量舒服 每天早上只要花两趟 就可以吃午餐 想不到今天我们来到这个三支园滑雪场 只花一趟 就得要吃午餐 然后呢 小胖还折损了一只 一直打360的自拍棒 真麻烦 然后我发现呢 这个三支园滑雪场 除了特色是雪道很长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特色 就是它明明是绿仙雪道 但是却有很多路段 多闪着红光 他骂 他比吃山温泉倒 这山温泉的绿仙 就是还蛮温和的 这个绿仙就是有点 比较倒的绿仙 然后中文是太长 这里的绿仙比较没那么延伤 好不好 那另外呢 他这边的餐厅也非常的少 里面卖的食物 餐点 其实也不多 我们今天中午 随便吃一下拉面 待会再继续滑一趟 我们就可以准备滑回去 喝咖啡刷备 中午吃的这一碗面 看起来有点像是大杂烩的感觉 好像有竹筍 面 然后还有 这个白色不知道怎么滚 反正没关系可以吃就对了 吃完再去滑一趟 我们再去刷备 拜拜 这一条A1雪道 应该是三支园滑雪场 最著名的一条雪道 一直到三角下 大概是6公里上下 因为我们已经滑过太多趟了 那这个C1雪道 看起来是 因为昨天晚上下大雪的关系 所以今天才开放的 我们来体验看看 基本上这条雪道滑完 我们今天也就下班了 拜拜 这是我们第二次来这里 第一次是说 我们为了这里 花了一万六千块日币 不是五千加两千 是一万四吧 上一次来是蓝天白雨 今天是小雪不断 然后看起来三点应该先补霜霜 根据日本气象庭表示 到了中午之后 过了中午以后是有机会放弃 所以我们期待待会上去 可以看到 传说中的云海 我们为了想来这边看云海 五天四夜花了一万四千块日币 传说中这座滑雪场 最大的特色就是两条 从山脚下到山顶 长达八公里的雪道 这样的雪道长度 在日本算是数一数二 不过呢 八公里的雪道里面含有红线跟绿线 那我跟我们这家的团长大人呢 在目前的这个时间点 应该是没办法滑到八公里这么长 但是能够滑个五六公里 我们也是满满足的啦 那从目前的环境看起来呢 现场是补霜霜一片 什么东西都看不见 所以说其实在现阶段 我们心情是有点紧张的 我们今天就来练习一下 滑雪的技巧就可以了 各位观众 基本上从山脚下搭这一班 董多拉缆车上到山顶站 其实我们现在也只是在扮山腰 不过呢 我们就已经花了大概十几分钟左右 目前呢 看起来是小雪分杯 有点浪漫 那缆车站的两边 各有一条绿线跟一条红线 但是刚刚有说 我们今天呢 这个现场的环境是有点补霜傻 所以我们就当做这个雪场观光 慢慢散步 前几天我们走一条 长达六公里左右的绿线雪道 今天呢 我们要走它另外一条 我们今天就是一个 边走边拍照的行程 身体要往前一点点 然后人要往前蹲 对 最好是你手可以碰到自己的膝盖 是比较好 哇塞 这条雪道 但是它超级宽的 三支圆滑雪场 除了山顶上 两条黑线 一条红线之外 我个人是把它区分成 两个主要活动区域 一个是东岸 三支圆区 另一个是在西岸 三田园区 两个区域各有一条 长达约五六公里的绿线雪道 而由东岸 往西岸 是透过D2 还有D3渠道先接 这一个地方叫做D2渠道 然后这里啊 非常非常的辽阔 可是我觉得雪啊 看起来有点像乱雪的感觉 哈哈哈哈 沿着D2雪道走到尽头 我们从三支圆滑雪场的东区 来到西区 接上这条D1雪道 我个人觉得这里的特色 是马路的宽度比足球场还要辽阔 但是它颠簸的路面 让我们的雪板随着地形再浮再沉 也让我们人虽然是在雪地上滑行 但是却有冲浪的感觉 重要的是 我跟团长大人都不会冲浪 所以在这个陌生的区域里面 搭配前方是浓雾一片 把我跟团长大人搞得很紧张 今天早上我们搭三脚下那一班龚多拉缆车 从山路站搭到山顶站 再从东岸踩着滑板滑到西岸 不是滑板是滑雪板 走我们进去用个咖啡压一压进 我们刚刚大概是走D2雪道 然后再接D1雪道 目前小胖人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D1雪道上唯一第一间餐厅 现在我们的位置啊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坡度用眼睛看起来好像海海 但实际上画起来又觉得很快 看起来我们现在都静化了 就是眼睛看上去所有东西都是绿线 滑起来变红线 那个地好像比较不平 然后其实也偏陡 就是偏陡然后又不平 然后滑起来就觉得脚很正 基本上就是越野级的路面 来喝咖啡压一压进 然后这里有厕所 也有在卖餐点 也有在卖咖啡 还有呢悠闲的感受 这间里面卖的黑咖啡 我个人觉得还不错喝 那刚刚小胖其实有点说错了 我刚刚说只有一家餐厅是唯一一家 事实上后面还有一整排好不好 只是呢因为这条雪岛现在目前没有开放 所以说这间餐厅我看起来这个客人是门可罗雀 几乎没有进去 让我刚刚没有发现他们的存在 那这个雪岛关系应该会影响让你来叫他餐厅的生意 吃完饭之后还要爬坡上来 只有丢高了才会这样做 各位观众 通常在滑雪场里面的用餐区域 我都叫它雪场驿站 那三支园滑雪场呢 总共有两个雪场驿站 第一个是在三脚下公车总站的旁边 基本上公车总站这个区域呢 有一家餐厅 两家餐厅 还有两家小吃店 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这个三田园二号快速感车旁边 那这间店虽然名字我念不出来 不过里面的餐点价格我觉得还算合理 东西也还不错吃 我们的这份餐点 春雪雪走的楼梯 哇真的是有难度 走着一个楼梯 走向来做深蹲 哇哇哇 比花雪来的 夭壮 今天我们在三支园这一顿午餐 团长大人点了一份披萨 我点了一份青子冻 然后呢 还有一个烤猪肉 这一款烤猪肉上面叠成臭 底下呢点着高丽菜 看这个外观呢 我绝对不像是用烤的 感觉上好像是用水煮 但是很大一份就是 这一片薄薄的猪肉 可以包这个高丽菜一起吃 加上这个酱油 吃起来咸咸甜甜 口感软爛 一份一千块 感觉就比昨天晚上 我们去市场园前吃的 它五颗这一角 还要有诚意一点点 最外格呢 这个披萨 比手掌还大 各位观众 第一万雪道滑下来之后 原本应该是可以接这条B2雪道 然后一直滑到山下 今年雪季出呢 因为雪量不足的关系 所以三支援滑雪场 也有一条雪道没有开放 就是小胖后面那一条 好了原本我是期待 我们在三支援滑雪场滑两天 可以把两条最长的雪道全部滑完 想不到它居然没有开放 所以待会我们要从这边上去 回去滑那条A1雪道 永远的绿线 走我们出发 我老实说现在我心里 其实有点不太舒服 为什么 因为来到这个三支援滑雪场 原本我们是打算 尽可能把这个 雪场里面的绿线全部滑完 所以我们才会花两次雪票钱 两次的巴士钱 然后来到这边 想不到它的雪道居然是关闭的 它马 应该在它的官网上面稍微公布一下才对 搞不好它有公布啦 只是我们都没在看 搞不好没关系 我们就多滑几趟吧 把这个雪票转过来 我们出发 其实这一座滑雪场 总共只有17条雪道 其中还有很多雪道编号 在同一段路径上 就像D1雪道跟D2雪道 是同一条马路 只是拆成两段 一段在山腰 另一段在山脚下 跟小胖过去在日本 跑过的滑雪场相比 这一座雪场的规模 只能算是小儿 精美 我相信技术好的雪友 只要花半天 应该整座山 可以跑两遍 但是我跟团长大人 除了技术不好 年龄有点老 体力也不够好 这一天 光是来回山之园 山田园两个区域 就已经让我们有点喘 腿 还有点酸 在回城的路上 脑袋里面 想的都是能不能提前回温泉街吃晚餐 我又跌倒了 你搞不好啊 山之源滑雪场的最后一趟 滑完这趟 我们今天就可以休息 去吃东西了 没错 又是吃东西 出发 我想在这里 唯一的遗憾 应该是那一个云海翻腾的画面 最后 我们还是没看见 下午茶时间 我们早上滑一趟 下午滑一趟 又回到这一条赤仓温泉街 其实我发现 提早错工的人还是蛮多的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这么早回来呢 是因为赤仓温泉街这里 有一间非常非常小的店 他在这边卖沙烟马 非常非常的有名 他又卖完了 昨天我们进过这里的时候 他没有开门 然后门口挂了一个牌子 上面写SO OUT 今天我们特别 在两点的时候休息 他又挂着SO OUT 他妈的 怎么回事 后来有一天 他终于开门了 觉得他这个外面的皮 看起来有点像是 印度卷饼那种感觉 但是印度卷饼是硬 它这个是软 所以我叫它日式卷饼 那它这个日式卷饼里面 其实里面包的肉 就是在台北 台湾常吃到的那种沙威 然后里面加了一个荷包蛋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墨西哥辣椒 里面还有高丽菜丝 个人看起来是觉得还蛮丰富的 一颗的话 看你要不要加蛋 加起司 加番茄 加墨西哥辣椒 加洋葱 每样加一百 所以我这一颗呢 总共花了一千多块 入口松软 然后呢 它那个高丽菜丝有点脆 然后那个墨西哥辣椒 有点咬劲 所以口感还算丰富 特别是在这种刚滑完水 其实身心疲惫的情况底下 我个人觉得是这个啊 这个叫什么 疗愈人心 好吃 这就是我们今天晚餐 吃完之后呢 我们就要去泡汤了 这一趟行程 我们在吃仓温泉街 总共待了五天四夜 平淡的生活过得很单纯 我们白天滑雪 晚上在餐厅林立的温泉街 到处找吃的东西 或许这条街上的餐厅 如果不定位 想要找到位置 不是很容易 但是如果不介意多花一点钱 街上的酒吧里面 五颗炸水饺 日币一千两百元 也是很美味 一边吃饭 还能够一边感受 从隔壁桌 渲染而来的欢乐气氛 另外如果不赶时间 愿意排队 身上有点现金 这一家外观看起来很小的面店 里面卖的拉面 我觉得也还算是料多 味美 就是如果不喜欢吃肉干 烤肉串 尽量不要点 老实说 如果不是为了剪片 回顾过去 我实在不敢相信 两个晚上 我们居然吃了这么多东西 而赤仓观观 是我们这趟旅程中 走访的第四座滑爵场 不过 这又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今天小胖的影片拍在这边 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 如果喜欢小胖的影片 欢迎各位朋友的小胖频道 如果喜欢小胖频道 欢迎你分享给所有的朋友 谢谢 拜拜 几年前我来这里滑雪 曾经路过这间饭店 我想住在这里 已经想很久了